赢球之后有多疯狂 步行乐球迷赛后 集体模仿米勒索后动作 自家球迷主动要求打抢7 北京时间5月11日 NBA自由赛迎来尼克斯和步行者 动物半决赛第3场较量 此前尼克斯队大比分2比0领先步行者 而本场比赛回到主场的步行者 在这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凭借内蒙布哈德的准确差3分 帮助球队111比106击败步行者 将系列赛大比分搬成1比2 而这里提的是 在赛后 美国记者也是采访了当地步行者的球迷 而我们可以发现 步行者的粉丝也是难掩激动的情绪 毕竟这是步行者队 自13到14赛季之后 首次在分区半决赛拿到胜利 而值得提的是 在记者采访时 生活作为背景版的步行者球迷 也是纷纷做出队市民宿 雷吉米勒经典的索侯庆祝动作 而步行者球迷做出这个动作 也是和对手尼克斯有关 1995年东部决赛 当时步行者的对手正是尼克斯 而落后12分 进入末节的步行者 正是依靠米勒 单击25分完成惊天逆转 而当时在米勒 投中最后一期三分后 也是朝场边 尼克斯队铁粉斯派克里 做出了这个精简的手势 因此此番又是步行者 和尼克斯的对决 步行者球迷 做出这个动作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在采访环节 有一位球迷也是很有意思 目前步行者队 大比分1比2落后 一般球迷都会说 球队连赢三场4比2晋级 但是这位球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